近期啊,核查发现,河南省、商丘市、三门峡市、江苏省、苏州市存在对低风险,来返人员社区报备不批准、不回应,对出行群众进行阻拦或劝反的情况。 河南省、开封市、浙江省、湖州市、德青县存在,要求外来返人员提供不切实际的社区报备材料情况。 河北省、罕南市、秋县、浙江省、台州市、宁夏回族制区、吴宗市、延池县存在对外来返人员进行社区报备后,仍然采取集中隔离等强制手段,限制出行的情况。 下一步,我们将持续推进专项整治工作,按照整治层层加码专班的工作机制,继续做好线索收集、转办核实、跟踪督办、通报曝光等工作,做到全面收集。 及时转办、权力核查、坚决整改、妥善解决久不准相关问题,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